欢迎来到白痴公主的副频道 吃鬼话的脸片时间 我是小奶怪 接下来这个故事呢 请问你是白痴公主的粉丝吗 对啊 她说她想要投稿一个鬼故事 还蛮感动的 所以你真的每个鬼故事都有听吗 继承车上面遇到的那个 大家看这个吗 其实我蛮喜欢近期这一个 所以你们会怕鬼故事的话 欢迎去听那个温馨版本的故事 但是你今天竟然要投稿 是你的亲身经历吗 对是亲身经历 好的时间我们就拉回到 2018年11月5号的日本 哇三年前 是不是很久没有出国了 Emily上次出国有什么时候 应该是我们上次出差的时候 去日本的时候 2019年12月 话说你知道现在买机票多贵吗 多贵啊 如果要飞东京的话 要不要估价一下 通常是不是 那时候我记得联航 可以三四千啊 对 但如果是从一般 我们要做那种吃飞的 长叉啊 像刚刚讲 要到4万 来肥哦 2018年11月5号 在日本的涉谷大饭店 竹竹的妈妈呢 她是一个敏感性 加灵异体质的人 敏感 可能比Emily还要敏感吧 比如说托梦啊 然后磁场啊 然后有的没有的 都可以非常的很有感觉 可是他们也就是 普通的家庭主妇而已 那就是在竹竹她本人呢 大学毕业前的某一个冬天 你带着妈妈去自助旅行啊 对 竹竹本人在这 好笑声哦 体验各式背包客的旅行方式 很有干劲 因为她其实很不很习惯 第一天晚上还带她去住那种太空舱 她都崩溃 妈妈没办法 她是全寝室第一个岁死的 又太累了 因为妈妈他们都想要跟团啊 对啊 他们觉得跟团才是最舒服的 所以你们这次的过程中还是要吵闹哦 有啊有啊 你妈妈是不是一直在该说很累 还要滑手机 然后把WiFi机用到没有流量 我也没法找路 那怎么办啊 真的气死了 跟别人说 哦 我在哪里在哪里了哦 很开心哦 然后就没流量了 哦 可是我觉得是因为她很开心 你带她出去 所以她要跟别人分享 好的 一切都以为觉得很美好 回台湾之后呢 妈妈才跟她说 在东京的最后一晚 其实呢 母女俩都睡得不太好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没有男人的关系 哦 你妈会看对不对 好 那算了 这不太好 这不太好 空调呢 在晚上11点左右的时候 突然就不凉了 11月份你们还用空调哦 可是室内很闷 然后外面很冷 就室内温度呢 因为空调停止的关系 越来越闷热 跟柜台反应之后呢 柜台小姐就 也没有得到回应 毕竟都已经自住一个礼拜了嘛 所以呢我们两个还是非常累 就这样子睡着了 没有想到呢 妈妈竟然说她晚上的时候 怎样啊 你赶快讲 她看到 一个 非常清秀的台湾女生 站在她们的面前 太多太多 清秀的女生 看一下好吗 好 有清秀吗 妈妈说她长得非常漂亮 很漂亮 可是她的短头发 但是呢 她的头 在我们放苹果的冰箱里面 蛤什么意思 她的头在冰箱里面 然后身体在我们的床前 然后她的背后有一个 日本 不修蝙蝠的男人 用一个很诡异的笑容 对着我妈笑 好恶心喔 好舒服 对然后我妈就醒来 然后就去查冰箱 有没有人头 没有冰箱走苹果 是妈妈梦到是不是 对她梦到 我妈也是用梦到的方式 你妈也是 就是她们有一些有 有办法感受到 都是用梦到的方式 Emily你今天还要住这吗 那只狗给我好吗 我抱着她 所以呢那个台湾女生呢 似乎想要跟妈妈说什么 却没有说 那你妈怎么知道这是台湾女生 嗯 她说她长得很 就是像台湾女生 有一个小插播 就是她睡下去以后 就梦到我 过世的爷爷奶奶 然后她就觉得好像仿佛 就是爷爷奶奶在保护我们的感觉 因为毕竟外灵不认识 我鸡皮疙瘩 我鸡搭鸡皮 但是因为妈妈醒了之后呢 因为担心女儿会害怕 所以也没有把这件事情 跟女儿讲 完全跟我妈不一样 我妈每次都跟我说 我对这其实没有想跟你们讲啊 然后之后我们就走到哪个地方啊 突然看到有一个人影 然后原来是真的人 然后我们 我吓一跳 哼 就是昨天晚上 我就看到 刚刚有一个真全白衣服的女生 然后这样躺着 就站在旁边这样看着我 跟小宝贝 白想说没有想要跟你们讲的啦 我刚才你还讲 那你妈妈什么时候跟你讲的 她是在跟大家讲的时候跟我讲的 她才一起分享 对她跟大家一起分享 她想要就是传递这背后的善意 所以呢回台之后呢 妈妈就有去问在公庙的神职人员嘛 然后这是怎么回事 结果呢 竟然有得到答案耶 是说 这个真的是台湾女生 她十几年前到日本旅游的时候 被 然后失踪了数十年 没有找到过 而站在身后的那个日本男人 可能就是她的人 好可怕哦 好可怕哦 而且那个师傅 就是神职人员也有说 他是 睡到一半 电视打开了 是黑白线扫描那种 关注 去洗脸的时候 就变成这样子了 我不要看我不要看 你看你娘不要看我 那个是女生双脚跪在床上 我不要接了 重点是 车子不对的在加速 哼哼哼哼哼哼哼 你怎么了吗 是不舒服吗 怎么了 阿妮仔什么话都没有说 只是睁大眼睛 看多影片 都在白痴公主乎马正区 而且那个师傅 就是神职人员也有说 他是 先 后 好可怕哦 这个命案 有没有破也不晓得 是宣判是不是 嗯 听完大家都觉得 有点难过有点气愤 所以呢 妈妈就决定说 那我们就 就送她回家好了 于是神职人员呢 就有请示 那个台湾女孩故乡的县市 然后有大概知道说 是住在哪个乡镇 但是因为进入到那个村里面 又不知道到底确切的位置在哪里 所以就有指那个铜板 然后指示说 到底是左边右边 左边右边 就这样真的有 循现找到 那个女孩原本的住家 就是其实那时候 我们也很怕被当作是 就是怪人 毕竟如果家里 有一个人 就是 已经消失很久很久 然后你现在有一个陌生 你突然跟我说 诶 你的谁谁在 日本被 就是被 XX 然后 你一天 一定觉得超莫名其妙 而且 事隔这么多年 她的很多家人 其实也过世了 我妈妈就有 就是帮她 办法会 然后 就是想办法要 就印度她回台 然后我们也相信 她的灵魂有跟着我们 回台湾 不管是心意上还是灵性上 都要把她 送回来她原本的家 所以是要怎么把她度回来台湾 等 解封了以后 我们会再去一趟 哇靠 真的很有心 很有心耶 因为我爸爸 日本有一个 朋友 然后某去查那一栋饭店 原本 是住什么的 当后来去找师傅 问那个地址的时候 其实有 关落营 然后问很多事情 就是你家长什么样子 还有你为什么会 就是被杀害 还有 那间饭店原本的样子 神职人员的说法是说 她的头 还在 饭店的下面 那真的 是这样吗 我们有去查 就是是不是神职员说的 那个饭店原本的样子 然后就是日本那边的朋友 跟我们说 对 那栋饭店原本就是长 就是我们形容的那个样子 所以是真的 我觉得你们很有心耶 而且我觉得这样 听起来是说 其实 那个台湾女生 她一定是不止一次 这样的方式 去显现在 一直有住在这个房间里面的旅客 因为她在求救 所以我妈看到是因为要被求救吗 但妈妈就是先关机 啊对啊 哈哈哈 这样 这样 那你们母女俩是有想说 到时候解放之后要再去日本饮堂 对对对 然后她的 法会还有引渡 也三年了满三年了 对我们后续的仪式就是 灵性上的仪式都有 就是在帮她做这样 那家属有表达什么吗 家属这部分就不是很确定 有的已经搬走了 所以我也不是很确定当初跟算结洽嘛 或是告知了是哪一位这样 所以其实家属那边是没有特别表示什么 对对对对 嗯应该是心很累了吧 有可能就是已经难过完了 难过到已经放弃这样 可是我想问就是她说她的头还在 饭店下面是要把她 没有把她拿出来就是可能会 就硬 对 后续也是应该也是蛮复杂的啦 引渡法会或是信仰还有 在意乡 对对对 我觉得最难应该是要跟饭店沟通 对啊 那那个呢 对人家如果她是在这边做法会 对啊 而且她可以她可以拒绝 对啊 而且是日本店的时候饭店 那一定很难抢 对啊 希望你们顺利真的 我指的顺利是说 也希望是可以被保佑 就是你们平平安安的过去 然后不要一直被阻挡 就申请这件事情就不简单 嗯 所以希望以前都很顺利 谢谢竹竹的分享 有点很感动 这也是感动的 对 但妈妈会没事跟你讲这些 她的故事吗 我明明就是当事者 你跟她一起睡在同一张床上的人 结果是她在跟大家讲的时候才听到 因为你就在隔壁 对对对 我们下次见 听说有一个白痴公主无马频道 会放一些奇怪的东西 不是奇怪 可能会放一些废片 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去订阅 靠腰 哈哈哈